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 欢迎收看金卫点评 我是David郑金卫 那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是 这个万夫莫迪要闹事了 万夫莫迪要闹事了 话说印度的总理莫迪 这些天算是动作平平 似乎在整个中印的关系上 正在加码制造中印之间的一种 新的对立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斯里兰卡总理这两天访华 那当然稍早马尔代夫的总统 也去了中国 实际上知道 这个龙象之争 在现在来看 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局面 此话诚说 当然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印度媒体报道 前两天印度出动了 他们跟法国当年买技术 做的那种叫鱿鱼级 这个裁电潜艇 鱿鱼级不是核电的 裁电的 然后总共动用八艘 同时出动 去哪里 去马六甲海峡 这个马六甲海峡 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航运必经之力 那在这个节目眼上 印度的六艘 这个裁电潜艇也好 不管怎么样 那来到了呢 印度最南边的 这八科八群岛 那这个尼科八群岛呢 中间有一个港口 叫坎贝尔 坎贝尔港 然后呢 这个其中有一艘艇 其他七艘在不同的地方 意思就是 恶守这个马六甲海峡 将来意思说 有必要的时候 我封锁 马六甲海峡 封谁呢 那当然就封中国嘛 对不对 那谁走这边最多 中国嘛 那很清楚 这个莫迪在布阵 布阵 那另外 这个印度军方 又有消息来了 下个礼拜 印度将启动 算是年度最大型的 空军军演 全国都 全国所有空军 都动起来 什么 只要能飞着飞机 全部都在这个演习项目里面 战斗机 什么机 什么机都有 那今年的2024年的科目呢 这个叫甘沙克地演习 甘沙克地演习 它的科目是什么呢 是就是这个叫做 同时两个战场的作战 一个是西部战线 西部边界 那印度的西边 那不就巴基斯坦吗 对不对 印巴本来就不合嘛 对不对 所以去那边打一仗 那同时呢 也能兼顾东北边 东北边 这边就是靠这个 这个中国嘛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 达旺啊 这一带啊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同时应付两个战场 动用的飞机啊 超过1100架 战斗机 直升机 运输机 什么机都来啊 无人机也来了 1100多架 大概预估啊 起降 1万次 10天内 当然有一些是兵器推演 有一些是实战操作啊 就看得出来这个印度啊 现在呢 这个在布局上 在加码啊 因为毕竟来讲啊 这个其实也是说穿了就是 中美 中美关系紧张之后呢 印度啊 一直是美国拉拢的对象啊 那美国希望拉拢印度啊 进入他的这个印太啊 战略的当中啊 成为他的马前竹啊 但是我们了解印度在当年啊 独立之后 他实际上呢 一直啊 非常厌恶西方的这种过去啊 像大英殖民地嘛 大英地和殖民地 基本上是把印度啊 榨干啊 印度就是 英国的 这个产地啊 这个不管生产什么东西啊 通通运回英国啊 运回英国啊 殖民地嘛 殖民地 那当然当时印度很大 据说光是啊 这个英国派来 印度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城啊 管理城都要 都一定是英国人干嘛 对不对 都不够啊 太多英国人来这里都不够用啊 后来还用了这个很多 印度人啊 这个打工啊 打工啊 替他们打工啊 担任一些要职 这些都有重赏的啊 好 那当然这个英国统治 印度啊 好几百年 其实从点历史的角度来讲 印度啊 在全世界的战略地位啊 那过去有点 这个如果 如果在一战之前啊 那当时是 陆全时代 那时候啊 谁拥有中亚 那谁就拥有世界嘛 对不对啊 那个麦金德的那个 心脏 地球心脏理论啊 那这个中亚这一带 是 是这个 等于算是心脏地区啊 那当然呢 这个出海口就印度咯 所以印度至关重要 所以当时啊 沙厄 沙皇啊 就一直希望有个出海口 那南边呢 就是走印度 这边走 所以当年在一战之前 大英帝国跟俄罗斯帝国啊 就在这一带啊 尬来尬去啊 对不对 什么西藏 七早八早 英国就要进西藏啊 为什么 抢那个战略高地嘛 那后来当然有海权时代啊 什么什么 这个后来又慢慢的 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 又欧洲又美洲 这一块就有点冷了啊 但是啊 现在随着地缘政治 中美的紧张嘛 大家都看到啊 美国呢 就希望拉印度啊 成为他的马前竹 那莫迪啊 也知道吗 莫迪各位都知道 万夫莫迪啊 怎么来的啊 实际上就是很滑溜 这个找平衡啊 他的武器当中呢 应该是全世界 所有的这个军队当中 买武器种类最多的国家 简单的里面讲 就是有俄制的 就是苏联的武器 美国的武器 法国的武器 什么德国的武器 你只要想到的 他能买到的 他通通都有 甚至二战之后的英国啊 就是后来因为国力不强嘛 那不需要那么多航母的时候 他接手买了很多二手的啊 对不对 后来这个苏联时代 也买过啊 这个甚至租啊 买不到用租的 反正呢 这个印度啊 就是有雄心壮志 历来的印度领导人啊 都有要建立一个世界 第一大国的雄心壮志啊 所以到了莫迪的时代呢 他更利用印度教那种民族主义啊 把印度人啊 更加的凝聚 因为英国人啊 那还当年真英啊 他统治整个印度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要走的时候 他干了几件事啊 画了一个迈克马红线 让印度跟中国啊 到现在还在搞矛盾啊 对不对 简单的讲 他就是呢 在既有的边界 跑到中国的领土上 画了一条线 说迈克马红线 这个才是你们中国跟印度的边界 胡扯 中国跟印度历来的边界 英国人不认啊 英国人认那个迈克马红线 对不对 迈克马红谁呢 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啊 下面的狗腿拍马屁嘛 对不对 把领导的名字放在上面 叫迈克马红线 现在这个华人一讲 迈克马红都恨得要死 对不对 但当时他是英国总督啊 英国驻印度总督 好 那那个这一画 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就画到印度这边来了 那当然呢 这个中国就不答应嘛 那但是呢 这个一直有争议 可是 问题是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啊 印度呢 就罢了这个迈克马红线 这边就不放 这个简单的讲呢 这个整个九万平方公里啊 印度就占了 这个我们称为 藏南地区啊 就占了 就占在那个地方 到现在 这个九万平方公里 还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啊 对不对 中国现在 跟印度最争议的地方 就是在迈克马红线 中国每次你看记得 2020年吧 打的那一次很凶的 都是在这个附近啊 就在这个有争议的区域里面 中国认定的那个边界 现在已经很遥远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 英国人当时埋下的 第一个伏笔 让印度跟中国 这个矛盾啊 就打不完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们都很 友好 那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 这种西方大国的 生存空间吗 就是你们有矛盾 我们才有生存空间 那这边呢 他用宗教信仰 把巴基斯坦 跟印度啊 划一条线 这边姓印度教 那边姓穆斯林 你看看 这个印巴矛盾很深啊 到以前还打过印巴战争啊 对不对 甚至啊 这个印度到现在 连演习 他的假想敌 都是巴基斯坦 讲到这里 当然也对前天啊 在巴基斯坦啊 不幸遇难的 五个中国公民啊 我们还是感到哀悼啊 那当然这个 他们都是去建 帮忙那个巴基斯坦啊 一带一路啊 建水坝的 那当时是一个司机 车上还有五个华人啊 那自杀炸弹客 那么一撞啊 那五个中国公民就 就当场被炸死啊 这也是一个悲剧啊 好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这些恐怖分子啊 实际上 也是一种 意识形态 因为现在中国帮 巴基斯坦啊 做那些水坝 都是在北边 在印度河的上游 换句话讲 因为有了水坝 发电 这个区域呢 会富裕起来 对印度而言啊 他这个 他那个区域 就相对就贫穷了嘛 那这边因为有发电啊 什么各方面的发展 经济啊 什么就糊落起来了 慢慢久了以后啊 这个水坝 其实好几个啊 那那中国现在做的是下游 再往下走一点 那都是啊 都水坝 好多个 那这个地区 在巴基斯坦的最北边 靠接壤 中国的这边呢 他将来就会比较 那个 那个 这个更繁荣嘛 因为有能力 那个电啊 什么这些啊 所以发展经济 至关重要 好 那这一次看得出来呢 这个印度现在的做法 更是啊 积极的 因为藏南地区呢 这个美国前两天啊 大概宣布 说他承认啊 藏南地区是英国的 乱来 真的是乱来啊 理论上呢 这个 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啊 怎么轮到你美国国务院 出来说 藏南地区是印度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印度的 对不对 至少你要有国际仲裁 或是当时到底麦克马虹县 有没有被两国承认 是不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印边界 麦克马虹 他不过就是个总督 他怎么可以叫别人说 我爱画哪 就画哪 对不对 这个当然 如果你要去看英国 不只在印度画 他到那个中东啊 也乱七八糟画一堆 各位看看中东地图啊 国界是什么样子 都是直线 你看过哪一个国家的国界 是直线的 中东的国界都直线 这个矛盾就来了 对不对 我哥哥住村子东边 我住村子西边 明天呢 他是 我看他要出国了 就这个概念啊 制造矛盾 对不对 一般的国界都是沿的山啊 山脉啊 河流啊 对不对 自然边界 他是硬化 各位去看 那个就是伏笔啊 埋下伏笔 好 那现在回来讲印度 那当然呢 现在啊 这个印度啊 加码 跟美国啊 是套路 美国当然也希望呢 印度啊 马前竹嘛 对不对 不然干嘛 承认 藏南地区 是印度的 这个印度啊 大概在 两年前 就计划 要挖一条隧道 因为以前印度呢 到这个叫做达旺地区啊 这个是属于 算 西藏自治区的 一部分 叫达旺 那达旺之所以有名啊 是因为关键 藏传佛教 都这边来的 当年那个达赖喇嘛 他达旺的人啊 所以呢 这个达旺呢 一直以来是一个中印 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那当年呢 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 中国其实拿下了达旺 但是后来啊 又退出去 那达旺基本上 现在在印度的手上 达旺呢 是2172平方公里 大概住的人口 不到4万 但是因为得天独厚啊 它地形的关系啊 整个印度洋的这个风啊 这个跟水分啊 就吹到达旺 对不对 因为它是有高度嘛 海拔大概3000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照讲地形啊 虽然很崎岖 但是还是蛮 蛮肥沃的蛮不错 那当然过去啊 这个印度呢 要到达旺啊 要翻三越岭 大概要翻过一个 将近4000多米的一个 海拔4000多米的一个 一个山脉啊 绕进去啊 爬山嘛 那个路进去 那印度呢 在前两年 大概花了快要1亿美金啊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跑到大概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呢 挖了两个隧道 这个两个隧道呢 这个隧道的名字叫沙拉 沙拉隧道啊 那第一条隧道呢 980公尺 第二条隧道 1550公尺啊 其实都不长 但是这两段隧道呢 可以让原来进入达旺的这个路程啊 节省一小时 这个速度就快很多 而且往年到冬天 要进达旺呢 非常困难 因为上面冰雪啊 雪太大 风扇 车子上不去 对不对 那换句话讲 如果中国跟印度啊 在达旺地区 有任何冲突的时候 后面的援兵啊 进不来 那等于算是一个天险啊 一个天险 但是现在印度呢 挖了这个隧道 这个隧道啊 是双向通车的 它的大概一天啊 预估最少3000辆 大小车辆啊 通过啊 你想想看 如果啊 中国跟印度啊 在达旺地区 发生冲突 那大量的部队就过来了 或是中印度啊 要对中国有什么动作 大量的部队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透过沙拉隧道 进入中国边界 这个战略上 真的是啊 非常关键的地方 所以最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一个隧道让中印关系啊 进入更紧张的局面 当然那个三月九号那天呢 这个 这个莫迪啊 还亲自去捡彩 对不对 但这个隧道 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海拔3000多米 上次还 在施工期间啊 还曾经塌陷 塌陷有40多个人啊 被困 后来还好被救出来了 但是做那个工程的难度啊 就知道两个 一个980 一个1550 所以意味着将来中印边界更加的复杂啊 因为中印边界呢 大概3379公里啊 长度还蛮长的 那当然现在印度呢 这个动作加大啊 他也不见得完全啊 是准备跟中国打仗啊 各位如果了解印度啊 你就知道 他在找所谓的战略高度啊 要战略高度 因为马上印度要大选啊 那莫迪呢 希望呢 在这个 这个所谓民族主义上面啊 拔高啊 拔高啊 所以呢 怎么样这个隧道呢 要赶得通车 呃 表示他对这个中国的态度呢 是强硬的 大型的空军军演啊 那另外呢 这个在这个马六甲海峡 还有八艘啊 这个潜艇 去去意思说要封闯海峡啊 那都是演练啊 但是看得出来呢 对那种印度的民族主义来讲 那振奋啊 我这个大英 大印度啊 多强大 你看连中国啊 都不怕 其实莫迪啊 他不是真的 我觉得他不是要真的跟中国打 他多聪明 对不对 他也知道 中印边界啊 虽然呢 挖了一个沙拉隧道 但真的要打 他绝对打不赢嘛 打不赢嘛啊 虽然两个都是 拥有核武啊 啊 人口也差不多14亿 但真的跟中国打 那他打不过啊 如果没有人帮忙了 一对一的 对不对 单挑 那他打不过啊 所以他现在呢 实际上是在向美国表态 非常的清楚啊 不然美国不会突然啊 没头没脑 承认藏男地区啊 是属于印度的 中印在藏男有争议 那新中国建立到现在 都在争议啊 还打中印战争啊 那这时候美国表态 那这时候美国表态是为什么 你看啊 美国现在找印度啊 进行军演 对不对 那印度要配合啊 在去年吧 把这个印度啊 找到阿拉斯加 说我们在阿拉斯加 进行韩地作战训练 意思就是说呢 将来在这个喜马拉雅山顶啊 咱们也是这种气候 来训练一下 我训练你印度士兵 然后呢 又跑到海上 进行呢 这种叫做 简单的讲叫做 医疗人道演习啊 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打仗 一定有伤兵嘛 伤兵要后送 对不对 要进入整个 这个后面的医疗系统 这个这个作业要演习啊 这个美国这个动作 就看得出来说 如果他在这个地区 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的伤兵后送 怎么进入 印度的 这个军事医疗系统 对不对 要接手嘛 要有人接手啊 那么多大兵 中弹 譬如说回来了 怎么救 对不对 美国都演习这种科目啊 那更不要说呢 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啊 拉到这个太平洋军 那另外呢 这个拉什么 其他什么澳大利亚 日本啊 什么印度啊 在南海军演啊 那个这个多了 这个都非常多的科目啊 那这个都看得出来呢 这个美国是 加大印太战略的力度啊 所以为什么给莫迪那么示好 对不对 美国冒着很大的风险呢 对不对 因为他把藏南地区认定这件事 当然西方大家都没吭声哦 西方都没有吭声 我也觉得奇怪 这是中国跟印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出来说 大家都认为 好像美国呢 是裁判 对不对 两个人吵架 裁判出来说 对 这是他的 那个不是你的 这个味道啊 所以其实也让中印的紧张啊 埋下了伏地 但是各位放心 中国绝对不会啊 就让这个印度跟美国啊 不断的把这个紧张局势啊 拔高 对不对 中国也有中国的做法了 你看中国啊 这些天啊 也在这个斯里兰卡跟这个马尔代夫啊 这个下功夫 你要把我往这个喜马拉雅山拉嘛 对不对 我干嘛跟你那里去呢 我就往这边走 对不对 印度最近听说又调一万大兵 去喜马拉雅山 然后新闻还发出来 哎 军事调动哎 理论上这是机密啊 军事机密 他还告诉大家 哎呀 上面九千 我现在再加码一万 一万九 现在夏天就要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一万九千名的印度士兵啊 来到中印边界 意思就是说呢 找机会 如果你要跟我开干 我就跟你打 对不对 我现在人多事重啊 隧道也挖了 又有人撑腰 这个很明显 其实这个莫迪啊 看到他过去啊 坦白讲比较亲俄罗斯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 俄乌战争啊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呢 正在下降 莫迪啊 现在呢 见风转舵 去找新的组织啊 对不对 要找一个新的靠山啊 对不对 投奔啊 美国的怀抱 这个 这个已经非常的明确啊 印度呢 正在调转 啊 这个方向啊 慢慢呢 跟俄罗斯啊 就就没有那么轻了嘛 因为现在俄罗斯自己分身乏术啊 对不对 又有那么多状况 莫迪 他很清楚 如果他现在 还贴的俄罗斯 改贴俄罗斯啊 真的又有变化 那他就没了 他落空了 所以莫迪呢 现在掉转船头 跑掉了 但也不能说 他是墙头草啊 那站在印度的 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呢 他现在还是需要有一个 组织嘛 对不对 能够去靠的嘛 那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那当然呢 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上呢 还是会按部就班 因为中国现在呢 基本上 实际上在印度啊 已经布了一个死亡三角 我们前面几期节目 有讲过啊 那在缅甸的 在斯里兰卡的 还有一个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啊 挂道尔港 这三个点 实际上就已经啊 把印度给锁住了 中国不是没有战略 不是没有对策 中国的潜艇 早就已经去马尔代夫啊 对不对 为了不要那么敏感 去的是093 093 裁电潜艇 各位要知道 中国现在潜艇部队啊 大概预估啊 大概差不多有将近啊 这个76艘 这76艘当中呢 如果是带着那种 如果是带着那种 洲际飞弹啊 洲际飞弹 大家也可以放核弹头了 大概呢 这个有八艘 如果是攻击型的核潜艇 中国有13艘 裁电潜艇 中国有55艘 不要说别的啦 对付印度 绰绰有余啊 对不对 中国你不要看 这个潜水艇 实际上呢 这个早就在这个航道 来来去去啊 为什么 你将来啊 如果有人真的用潜水艇 要封锁马六甲海峡 中国绝对不会说 就任你封锁啦 我也有潜艇部队啊 把你的潜艇给打掉啊 你要打我的商船 我就打你啊 对不对 这一定要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这个前一阵子啊 中国的军事代表团 去了马尔代夫 去了这个斯里兰卡 还跑到这个布丹啊 那呢 这个对莫迪来讲压力大大 那当然呢 这个潜水艇 还冒出来 哎 停在 这个应该是马尔代夫吧 啊 这个去 就故意 其实就让你印度看到 我的潜水艇 也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无所不在 那现在中国这个潜艇啊 在全世界的 裁电潜艇当中啊 表现算非常好的啊 虽然 有的时候 大家不要低估 裁电潜艇 觉得哎呀 这个年头啊 要搞核潜艇 但是看任务嘛 每个任务不一样 尤其是这种裁电潜艇啊 它如果 因为潜艇 打仗 基本上 是打这种 他们叫狼群战术 这个效果才好啊 所以呢 各位看到 绝对不止一艘 中国现在光 这个裁电潜艇就55艘啊 所以当然中国的沿海 要防御之外 也能够延伸 也能够延伸到印度洋 所以随着局势的变化 看得出来呢 现今啊 这个不止 菲律宾啊 这个 跟中国的紧张 菲律宾这两天啊 说 现在要闹那个叫 国际仲裁嘛 对不对 人爱骄 你看冲了那么多次啊 真的再冲 两国叫动军舰啊 那菲律宾也知道 他不可能跟中国打 所以他现在就闹了说 这样子我们去国际仲裁啊 又来嘛 老戏再演一遍 那印度这边呢 可能在下半年就要接手了啊 这菲律宾呢 就要休息了啊 这个演了半天嘛 累了啊 去搞国际仲裁了 那这个印度啊 叫加达利都啊 就要来到呢 这个这个南海啊 进军演啊 或在新马拉雅山上面 搞大型军演啊 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啊 印度干过一件事 当时调动 全国34万的部队 一千辆坦克 跑到中 那个巴基斯坦 跟印度的边界 进行演习 那时候巴基斯坦吓坏了 看起来印度啊 随时就大军啊 就要过边界了 听说啊 美国警告印度 适可而止 不要搞大 那时候美国在跟苏联啊 冷战嘛 对不对 你在跟巴基斯坦 你吓他 搞了34万个士兵 一千辆坦克 去到巴基斯坦 跟印度边界 对不对 那个不就闹事吗 所以印度啊 这个是散变的 散变的哈 但也看得出来在 2024的下半年 印度会有更多的动作 隧道也挖了 他一定要演一下啊 对不对 制造地区的紧张 但是各位放心 中国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不对 不管呢 印度怎么玩啊 这个永远是 还是老话一句了 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是成功的一半啊 那当然在这里还是特别预告 周六的直播呢 我们还是准时啊 在北京时间早上11点 台北香港新加坡都是11点啊 播出啊 欢迎呢 这个全世界的朋友 到时候在星期六早上呢 我们直播的时候呢 能够有互动 因为上个礼拜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 有来自英国的 北欧的 什么各处到地 到处都有啊 那当然非常感恩各位 这个礼拜六吧 对不对 虽然在新西兰 是复合节假期 但是不影响 我们的节目播出 我们还是准时 在空中 跟各位分享新闻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 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 我们先走了 我们下一 Jahr 我们下acle 翻译 我们下acle 听到 我们下 Gil 我们下 hoard 我们下山